大家好,我是桑浩,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今天是2022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 希望大家2023年新的一年继续身体健康 保持昂阳的斗志,继续为生命赞放异彩 无论我们前途多么多犬,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 去做我们的人生,也过好每一天 我们期待有一天光复的到来 今时今日去做评论,其实都是相当艰苦 希望大家,我全正投入去做评论的事 希望大家能够多些支持 能够subscribe youtube,点一点的键,不用付钱的 subscribe youtube,也subscribe patreon 每个月可以定期捐款,不是捐款的 是一种对价 希望大家能够是可以给到有关台湾公协会 和这个在台广人在台广生的支持 看完这些广告,comment and share 最重要就是利用这个super thanks function 去点评,点赞,之后thanks 来供这个所谓的赞助 是给本人功德无量,多谢大家 那昨天就相当忙,因为在 华士道去做,连续下周做到夜晚的节目 那有些节目直播的,有些节目预录的 我现在都会在facebook 上和大家分享的 那我讲台湾的这些议题 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们讲昨天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很重要的了 第六次释法 就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昨天30号闭幕 针对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释法案 人大常委会公布指出 就是涉及国安法案件如果聘请 不具有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即是Tim Oven这些人 担任辩护或者诉讼代理人 应当取得特首发出的证明书 这个第一层次 如果他不去申请 拿不到你证明书 那有一个叫做国安委 就是我们讲到 也都应当要作出有关的判断 或决定是行不行 其实讲到没就不行 那么这个第二层 第三层如果这个都失灵的话 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主动释法 所以三层的保障 就是密不透风 建立了一个叫做律师 辩护律师 在国安法案件辩护律师 不只有国安法指定法官 还有行政长官 允许证明批准的一些海外律师 如果不批准 一个一个都不给的话 就是说剩下那些 在香港执事的律师 那接着第二部来了 今时今日不给海外律师来 第二部香港律师都要分下了 桑普这些不行 杨岳桥这些不行 这个郭榮鏗那些不行 哪些不行 谭慧珠不行 还有哪些不行 很多人不行 张国坤也不行 何君堯也不行 你想几点可以就几点 还有马因国话就行 这些不行 最后就是将你们分三六九等之后 变成了中国律师制度 每年要连检 接着谁不行 就是DQ你 再材709律师炮制你 这个就是时间问题 如果中国共产党 统治香港时间 一直延长下去的话 香港一直得不到光复的话 这种情况都会越演越烈 这个香港的悲哀 这个就是我的总体的comment 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黎智英是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 原兵请英国的御用大律师 Tim Olvin 欧盟为他辩抗辩 但是这个当然是他的权力 也是按照香港法律 法律执业者条例可以赋予他的权利 但律政司屢次向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下上诉下 最后终于中审法院是刚刚11月28日批准 即是拒绝上诉去可 即是维持上诉法院的原判 批准去聘用Tim Olvin 但是香港的律政司非常不满 由于没有在香港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大律师 可否参与处及处理国安法案件 唯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这个就是通过特首李家超的手去提请释法 最后在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 记住这次释法不是释基本法 是释国安法 这个是第六次释法 这一次是第一次释国安法 也都是人大第六次释法 香港国安法的第十四条和四十七条 规定所释法公告 就是说很长的一句话 没有标点符号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就比如Tim Olvin这人 是否可以担任危害国安法案件的辩会人 或者诉讼代理人的问题 属于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 规定需要认定的问题 应当取得特首发出的证明书 即是哪个做特首 李家超和哪个有 哪个做特首就要发出证明书 法院应该向特首提出 并取得证明书 如果未这样做 第二层的保险来 香港国安委员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安委员会 应当 即是香港特区政府里面的机构 香港国安委 应当根据第十四条规定 对该等情况作出判断和决定 换言之就是封杀 那这些这样的做法就是 double click 即是特首第一个防线 他如果脱离的话 都有这个国安委去处理 你不要这么忘记 国安委其实特首都在head 这个国安委 我会讲到成员给大家听 那你看两个click 那你说都不行的话 要人大常委会释法 一锤定音搞定 这个就是说 现在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例如我们国安法案件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一批国安法案件 这个是牛刀 但是杀鸡烟用牛刀 于是乎搞一个 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 第十条 公安条例等激活 有关殖民地时代 原先想废除大臂97年之后 共产党一概不废除的恶法 还有很多是这个叫做 当时97年7月1号之后 这个是在深圳召开的这些所谓的 临时立法会所做的所有的恶法 还原恶法 全部都要激活 OK 第三个阶段 当然要香港 陀地本地定立基本法 二十三条法法 规定假资讯的犯罪 甚至欲警罪 还有稍后我会说到 要废除这些所谓的香港执业者资格 执业者条例的这些原有正当的法律 那这些这样的做法是三个层次 国安法 人大常委会的层次 现有的香港的垃圾法律 再加上加新的香港法律 同样道理的 这一次做法是三个层次 一个就是所谓的特首 做了这个叫做证明书 其实批准 第二 不行的话 有一个叫做香港国安委员会 都不行 人大常委会再拍板 就搞定了 所以共产党治理香港 其实没有新意的 它只是一层一层加码下去 一层一层这样穿正下去 让大家滴水不漏 振插不进 基本上你所有的东西 其实中国现在所有官一样的 如果大家去过北韩 也都是 三个人在车上 两个司机 一个后面看着 三个人互相监督 共产党就是所有的制度 都有三个点在里面 一个人做 一个人看 另外一个人定保障 所以几样东西要防卫的话 就希望对于国家安全体制 即是党国安全体制 绝对是滴水不漏 那当然 这样是不是对于很安全呢 它越慌张 证明它越危险 那为什么危险呢 失民心 专政 独裁 极权 有什么好说 这个就是对香港的一个悲哀 那大家就知道呢 这个是两个click 那黎智英已经被收压两年了 原定于12月1日审理的案件 一再拖延 法官最后将案件日后照明年的9月20日才开审的 那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消息 那看回有关的规定 就是现在这一分钟呢 可以赌一次 它的三点给大家听 那我可能跳过这些纸 因为太累赘 OK 但我会将一些重点跟大家讲一讲 释法的主文里面呢 就是证文里面是这样写的 根据这个国安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有称华国安委 是这个特别行政区 不是国安公署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他说承担着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定职责 他说他十四条里面规定有权 这个国安委有权 对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作出判断和决定 judgment and decision 接着讲了 工作信息不如公开 换言之他不需要给理由 不需要给他的根据 他只要给个结论 就是个判断和决定 国安委的作出决定 不受司法覆核 这个已经十四条写得很清楚的了 不受judicial review 不受危险深查 不会受司法覆核 没有法官可以challenge到这件事 他有可执行的法律效力 就是enforceability 就是完全可以直接 按照国安委的判断和决定 直接执行 他说的就是法律 不公开他的basis 也都不受任何挑战 这个是什么东厂西厂皇帝天宪 总之他说的就是什么 没有办法去有任何的上诉机制 他说的就是最终的final and full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特区任何行政立法司法机构 和任何组织 个人均不得干涉 这个所谓的国安委的工作 并应当尊重 并执行 这个国安委的决定 就是这个国安委 是变了人大之下 另一个呢 他可以自把自为的东西 如果自把自为怎么办呢 不要紧要人大的cover up 都是第三层的人大 人大之下呢 他做了一个新的魔鬼 就叫做小人大 那么这个小人大呢 就是这个国安委 好了 第二点就是怎么写呢 国安法第47条规定 特区的法院 在审理国安法案件里面 如果不是国安法案件 所有危害国家安全法罪案件 就是不只是国安法案件 所有和国安有关案件 如果预有涉及有关行为 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 或者有关证据材料 是不是涉及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 其实这件事包括了 平庸英国的律师或大律师 去帮香港的国安法被告 做辩护人 辩护律师 或者是诉众代理人 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有关的案件 涉及到行为 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 或者证据材料 是不是涉及国家秘密的认定问题呢 最终就是应当向行政长官 是谁应当向行政长官呢 是法院 应当香港的法院 应当向行政长官提出 并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 发出的证明书 证明是什么呢 证明呢 行政长官的决断 这个证明书 其实不是一个certification 其实就是一个行政长官的决定 去认定究竟 他拼请英国大藏 有没有挨迫国家安全 他的证据资料 有没有涉及国家秘密 完全由行政长官独裁 上述证明书 行政长官所寻的东西 对法院有弱述力 即是行政大杀 不要以为三权是互相分立制衡 不会的了 现在就是行政长官大杀 那你说 桑普一直都是这样的了 于今由烈 即是说明了 法院关于国家安全的案件 喂 你看一看 我以前都和大家说过 第47条很可怕 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的认定问题 行政长官就说了算数 换言之后 但是香港法院以后不需要审的了 因为香港法院在审定牙 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里面 如果涉及行为 涉及国家安全的认定 应当向行政长官提出 并取得证明书 而这叫证明对法院要去聪明 那什么呢 行政长官说你有罪就有罪 说你违反国安就要违反国安 今天的有关行为包括了被控告的犯罪行为 都可以 其他的知名没知都可以 任何的有关行为 行政长官说了算 如果行政长官不行使这个说了算的权势 国安委都要作出决断 如果两方面都有问题的话 人大常委会 共产党作出最后决断 这种所谓多层次的做法 就是等于Kill the courts of Hong Kong 你想想 法院是有义务向行政长官就那些行为的认定 去问他拿证明书 什么叫做有关行为呢 是什么都可以的 这个是中国逻辑 搞到今时今日不知所为 第三点 行政长官依据国安法律实在条件的规定 在11月28号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有关报告认为 不具有特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担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辩会人或诉讼代理人 可能引发国家安全风险 不具有特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是不是可以担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辩会人 或者诉讼代理人的问题呢 属于国安法第47条所规定的需要认定的问题 应当取得这个行政长官发出的证明书 如果法院没有向行政长官提出 并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应当根据国安法第14条规定 履行法定职责 对该等情况和问题作出相关判断和决定 这个就是释法的内容 接着这个行政长官 好像是共产党帮的写好稿一样 他有个李家超就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香港公安法解释的发表声明 声明更加清楚 就将这些东西再说多一次 说多一次之后再补多一句 就将人大答记者文的最后一段 重复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这个也是我要讲的重点 李家超就说 香港国安委和特区政府将会全力落实 实施法外用中所说明的责任 尤其是香港国安委会 就香港没有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参与国家安全案件事发及国家安全问题 应该采取任何政策作出判断和决定 特区政府会落实香港国安委 就有关问题作出的判断和决定 并积极考虑就法律执业者条例作出修订 Legal practitioners ordinance 其实是香港行之有效的法律 这个法律就规定在说 香港的所有案件可以聘请海外的辩会人和大律师 今时今日这个释法规定等于就国安法案件 就需要这个法院有责任向行政长官要求他去做认定 得与不行 那如果法院不做 就等于国安委要他自己主动介入去认定 而行政长官和国安委决定不受司法补核 不受审查中局性不可被挑战 写下去法律制作业者条例等于开了这个破口之后 换言之是什么呢 人大常委会指一指用个答记者文的方式 加一段的东西指一指 香港这个法律要改了就改 点石成金 今次不是点石成金 指不指东不指西 一指秦人各个提 不指东不指西 一指香港法律 全部变成中国共产党 所有他想要做的事 他说这个法律不行 弱 然后呢 你们手 这个地方弱 换言之 不只是对于行政长官的扩权 不只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国安委的扩权 现在更加重要的是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指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有问题 就说你要改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改 可以改到怎么样 又可以再加料 接着就是共产党最厉害的地方 不是说他命令你怎么做 是要你这个奴才自觉去猜度共产党的意思 之后做出一些共产党喜欢的行为 这个才是奴役最高境界 奴才是什么呢 认为自己是主人的奴隶 就是奴才 认为自己主人 或者主人的跟班的奴隶 就是这些叫奴才 他们希望香港人所有法律界的人尽奴才 香港人也尽奴才 这是共产党想要做的事 就是他们十四人做的事 希望呢 对于730多万香港人所做的一模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相当可悲的现象 这个就是所谓的李家超的说法 同时呢 我今天就看着整个新闻的变化 看看一些周边的事情 国安委呢 其实是由李家超和他的主要官员组成 并且由骆惠宁做顾问 骆惠宁是谁 中联版主任 而这个国安委的决定 是不受香港法律的司法覆核的 司法机构回应释法事件 就是法庭就说 法庭之后之前 不批准这个上诉许可 就是维持了 被Tim Oven成为黎智英律师这个判断 那今时今又怎样呢 香港的司法机构回复释法事件 只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权力 并作出据约束灵的解释 这个就是香港的司法 尊重 那你说 可以不尊重吗 那当然不可以不尊重 大架化 赚那么多钱 又在那里等退休 那批法官怎么可以不尊重呢 尊重 坐就为约 平庸之恶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恶兰所说的 banality of evil 邪恶的平庸性 就是今时今日 我们对于以前 希特拉那批所谓的官员 那些法院 法庭官员所所出的指控 我们之后 等光复香港转型正义来到的时候 一定会对所有 现作的香港司法机构所有人员 作出同样的审判 法律的审判 道德的审判 永远进刻在 历史耻辱博物官的名字 就是整班这班 国安法指令法官的名称 一国不留 那你会看到今时今日 所做的所有的解释 都知道已经很清晰 香港已经是完全被铁桶包围住 特首、国安委、人大常委会 国安委成员 和大家报告多一次 成员有特首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财政司司长陈瓦波、律政司司长林定郭 就是 firm gender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警务署署署长肖扎宜 副署长国家安全刘桂蔚 入境事务署署署长欧嘉宏 隋完没的一件事 海关关长何佩山 这个还有趣 曾国伟的父亲 行政长官的办公室主任叶文娟 另外还有保安局前副局长欧志光 这个是徐元会的人出任国安委秘书长 越贪腐越有嫌疑越挂田理下的就越升官 就是这班人 重复此刻李家超 陈国基 陈茂波 林定国 邓炳强 肖扎仪 刘次卫 欧家宏 何佩山 叶文娟和欧志光 还有骆惠宁做国安安全事务顾问 这班人真是最大恶极 大家看到这些说法 李家超有关他向人大提请的问题 不具有香港特区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 是否可以担任 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辩会人和诉讼代理人 他说人大常委会认为该问题属于第47条范围 但如果法院没有向行政政公署证明书 国安委可以直接行使直接的权力 就该问题作出判断和决定 关于黎智英是否可以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的问题 最终落到李家超这个班子所组成 和骆惠宁做顾问的国安委身上 而李家超在声明表示会全力落实释法内容中所说明的责任 就是国安委就该问题应当採取哪种政策 作出判断和决定 他说又会积极考虑法律执业者条例的修订 这一点是相当令人觉得是摇头探索的 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完全不透明 而且相当可怕 我在接受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访问的时候 也都去comment过的 我就说 中国控制中国律师执业的做法 将他搬到来香港 OK 不单只是律政司和法院受到共产党控制 不单只是国安法指定法官 还要有一个叫做香港特首去批准的海外律师清单 而可能是零 而最后 后来扩及其他的蠶食瓶吞所有律师都需要这样 变成了今时今日 律师可能未来不是今时今日 未来要有连检的制度 这个相当可怕 香港已经无法无天了 这种做法是等于香港已经无法治了 那你不要以为还有民伤事案件 而且讲国安法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你不要夸张得这么紧要 这个崩解就等于 你整个堵住红水的墙穿了个洞 你不能够说 只是国安法案件这样 民伤事案件不受如此的控制 其实不是的 OK 所有东西就是一体的 OK 所以你会看回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 你要告到人家 群离腹离 要告到你赔偿 先刑后民 先告你刑事的国安法案件 然后再用民事 说你赔偿一大堆的东西 这种情况会搞到你 倾家荡产 只要你的财产 只要你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范围之内 其实相当困难 OK 今时今日 人大常会会闭幕的时候 没有马上公布内容 而在央视新闻联播的时候 就先做简介 一开始已经说过 所以相当觉得香港都是 nothing 他也都不会在这个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 是要比较香港的了 香港真的没有人走 未来未来的情况会更加恶劣 黎智英这一次最后的决定 习近平将所有的责任射给地方 射给这些中国人 是你们要解封 我就不解封 解封你不要骂我 骂那些白纸 骂那些地方政府 骂地方政府 骂北京示威 穩力 骂那些人 就不要骂我 这种东西 射责 推射 而自己 stay stay away from it 但其实是stay不了的 因为 共产党讲到尾就是说 一定要全党服从中央 两个确立 确立于习近平是全党和党中央的核心 这个核心要对所有的负责 对不对 但他现在想不负责 想射给国安委 射给特首 最后 始作勇者 共产党 习近平 这个专政的体制 中共 中国 中国人 中国文化 始终都要负最大责任 今时今日 这些问题 希望大家 用一个比较清晰的态度 来了解 我们下一节 再讲其他议题 百分比较